。 好啦,那我們現在要進去試玩For Honor 這款新遊戲比之前人都沒看過 那來這邊的時候 它動畫真的讓我非常非常驚嚴 所以待會 到底實力玩起來會是什麼樣子 我們再會進去看看吧 哇 太好玩了 YES 我們這款玩這款For Honor 真的很有趣對不對 它玩起來就是有像戰場的感覺 攻城戰 我們剛才是往守方嘛 對方是攻方 那我們是攻守方兩個 就是互相的去佔據他們那個Control Point 變成說其實在對戰的時候 不只是只有敵方的英雄 它會有很多小兵會被拐干擾 對 它小兵的話也可以增加分數 所以我們剛才玩的戰場是 要先獲取一千分就獲得勝利 但是我們會一直獲取一千分 又少掉一千分又少掉 對 因為其實你站那個點的話 可以拿到一百五十分 但是對方可以把那點搶回來 還要得到一百五十分 那變成雙方都可以互相消賞 好 我後來就覺得它搶點很快 對 而且它在戰到一千分之後呢 也不算馬上獲勝 你還要殺掉敵方四個英雄 才有辦法獲勝 難怪剛剛一直沒辦法獲勝 對 然後我們在打到後面的時候 真的就是本來就快贏了 結果又被他們站回來 然後他們就可以復活 對 然後就是不斷的去互相對抗 打來打去 真的是非常非常刺激 然後就 attack attack 對 結果剛才被我們殺出來 我們殺兩個人 他們殺一個人對不對 我們就 attack 衝過去 超級刺激 所以它真的會有那種臨場感 而且它真的就像一般戰鬥一樣 你如果一對一其實很好打 就變成說 別人攻擊哪個位置 上左右 三個位置 就要按照它的那個攻擊方式去格擋 那也可以就是用滑鋪或是反滾的動作 沒有滑鋪欸 我沒有看到那個 滑鋪變得太好 因為對方砍你的時候對不對 你瞬間往後退滑鋪 你可以再直接把它破防之後 再接COMBO技 所以它變成說 它就是戰鬥的時候 對 位置的距離要抓得非常非常準確 才可以變成說 反擊跟攻擊 而且還可以破防 你知道嗎 它有兩種破防的方式 一種是直接用軸擊破防 對 電動破防 因為有時候是用撞的 用撞的破防它可以貼近你 還可以順便把你往後推 不過對方有可能就是 因為你把他們往後推之後對不對 都會往後逃避 但有個方式 就像我剛才在一個隧道 城堡的隧道裡面 被他往後推的時候 我就是撞牆硬直 只能被他那邊挨打 我說哇 這好酷 我覺得其實地形 對 所以其實地形也是一個影響勝負的關鍵 對 那我覺得這款遊戲其實真的還蠻好玩 很顯實 真的很顯實 很有趣好不好 下次有機會 大家如果正式發出 或者可以再多多關注這款遊戲 好啦 那我們就先直播到這邊啦 哇 非常好玩 我們還有什麼遊戲還沒有玩 走 再去玩下一款 走